男孩刷牙时 发现镜子里的自己竟然不见了 低头一看 手也没有了 正合把他吓坏了 急忙来到卧室 脱掉睡衣一看 镜子里什么都没有 正在这时 妈妈走了进来 捡起地上的睡衣 刚要离开 却看见二哈对着空气狂吠不止 伸手一摸 发现没什么问题 于是转身离开了 有了超能力 她的第一反应是来到女浴室 欣赏着不同人的风景 可看着看着 突然女孩扔过浴巾 正好盖在她头上 看到这一幕 人们纷纷围了上来 小帅因为紧张 心脏砰砰直跳 身体就漏了出来 女孩慢慢伸出手 用力已拽 顿时吓得哇哇直叫 随后学校请来了心理医生 给他们讲青春期身体的变化 突然有人扔来个纸团 看到上面的内垄后 小帅非常生气 手不受控制地慢慢透明化 他怕被人发现 急忙将手缩进袖子里 接着戴上了帽子 可快下课时 老师来到近前 问他怎么了 这时下课铃声响起 他急忙跑了出去 回到家后 发现妹妹在房间里 他背着身子 让妹妹赶紧出去 妹妹见他这么奇怪 假装出去了 可等他转过身时 小帅急忙捂住妹妹的嘴 让他不要出声 随后说出了真相 原来小帅在学校里 经常被校罢欺负 这天参加化妆舞会时 他穿着超人战衣来到现场 回到电视上突然播放起了 他偷拍女神的视频 看着小美一步步向自己走来 吓得他转身就跑 藏到卫生间里 同学们在外面不停地敲着门 他对着镜子大声喊道 一阵闪电过后 他就消失不见了 原来他从窗户里逃了出去 随后跑回了家 可第二天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消失不见了 他非常害怕 以为自己是怪物 于是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可刚到校门口 就看见校爸在台阶上堵自己 他藏在卡车后面 脱掉衣服和裤子 赤果果地走上台阶 站到教师后面听课 趁老师不注意 悄悄走下台阶 从校爸包里掏出一把枪 对准老师后 扣下了扳机 然后把枪丢到校爸怀里 老师非常愤怒 急忙找校长告状 另一个校爸正在比赛 小帅走过去后 轻轻碰了下他 就输掉一个球 再次发球时 又被推了一把 他拿着球拍不停地挥舞 却没打到任何人 当他反省时 旁边的网球竟然掉了出来 他捡起网球 又给塞了回去 可下一秒 球盒又倒了 他伸手去捡 网球却跳了起来 吓得他转身就跑 接着小帅来到办公室 照出自己的试卷 然后从抽屉里拿出答案 直接抄了上去 回到家后 在屋里看起了超能力漫画 突然听到妈妈的声音 他急忙把身上的衣服 全部脱了下来 妈妈见屋里没有人 捡起地上凌乱的衣服 然后跟外婆打了个电话 妈妈抱怨道 最近小帅脾气有点暴躁 惹了一些麻烦 早知道这样 当初就不该领养他 小帅听到这儿 顿时吓了一跳 难道自己不是亲生的 他急忙跑了出去 来到海边 在沙滩上荡起了秋千 这一幕恰好被小美看到 小美说 你是鬼妈 小帅捡起木棍 在地上画了个笑脸 从此之后 两人成了好朋友 晚上小美在家做倒立时 突然玻璃上出现一张笑脸 他瞬间瞄懂 急忙打开了窗户 把小帅放了进来 因为没穿衣服 他还打了个喷嚏 随后小美给他裹上了毛毯 当两人相互靠近 嘴对嘴时 突然小帅睁开眼睛 心脏砰砰直跳 手露了出来 他急忙打开窗户 跳下去逃揍了 第二天晚上 小美练平衡木石 不料黑暗中伸出一把枪 对准小美后 扣下了扳机 原来这是一只麻醉针 随后小美就被扛了出去 而这一幕恰好被小帅看到 他急忙追了上去 可小孩子 哪里是大人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打翻在地 眼睁睁地看着女神 被人抓走了 他非常伤心 骑着自行车来到海边 没想到在这里 遇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他这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原来小帅是俄罗斯人 一次核泄露后 死了很多人 不过有一部分人的基因 发生了变异 女孩眼睛轻轻一瞪 玻璃球就飞了起来 不仅如此 还能控制小球的轨迹 而另一个屋里 科学家找了半天 发现人不见了 突然一滴血落到了脑门上 原来男人学会了飞行 流鼻血是使用 超能力后的副作用 女人只是闻了下玩偶 就知道头藏在哪个箱子里 她获得了超级嗅觉 不料其中一对超能力者恋爱了 还剩下了宝宝 为了不让孩子成为小白鼠 他们带着宝宝逃出实验室 可面对特种兵的追击 他们也无能为力 一番商量后 爸爸抱着孩子逃走了 妈妈则负责断后 很快追兵来到这里 妈妈大叫一声 就消失不见了 原来她的超能力是隐身 她呼隐呼现 不停地吸引士兵的注意力 可机枪就是打不中她 突然长官发现 一只蝴蝶竟然停在了空中 她举起枪 对着蝴蝶扣下了扳机 下一秒 地上就多了一滩血迹 为了让宝宝健康成长 爸爸将她放到一户人门前 通过读心术得知 这家人非常善良 并且想要个孩子 随后从怀里拿出一件隐身衣 只要穿上她 以后就不用光屁股了 不料这一切都被博士偷听了去 并且偷偷跟在后面来到小帅家 原来她一直都在寻找跑掉的两人 小帅听到声音 急忙穿上隐身衣 等博士进来后 发现屋里空空如也 她顿时想到 这是隐身的超能力 只见抽屉拉开 一把菜刀凭空升起 朝她扔了过来 可一连几把都被她躲了过去 博士却微微一笑 拿起旁边的面粉 在屋里框框就是一顿洒 她顺着地上的脚印来到屋里 一把抱住小帅 将她扔到地上 小帅就现出了真身 她趁博士不注意 将柜子放倒 然后逃了出去 通过隐身术消失不见了 另一边 小美趁看守不注意 来到探照灯前 拿起旁边的刷子 在上面画了起来 随后打开大灯 扭动方向 下一秒 空中的白云就出现个笑脸 而这一幕恰好被小帅看到 她跟好友急忙来到这里 发现小美被人带走了 好友负责引开敌人 小帅则趁人不注意 悄悄溜进军舰里 举起墙上的灭火器 对着士兵脑袋 哭吃就是以下 接着掏出手枪 递在另一个人头上 让他打开牢门 把小美救了出去 可出去时 小美说 还有个老人被关在这里 她想顺路就走 于是爬到另一个房间 可刚进去 小美就举起手枪 对准了小帅 随后她就晕了过去 原来一切都是这个老人搞的鬼 她也有超能力 能控制别人思想 她刚刚控制了小美 之前闯进小帅家的老头 也被她控制了 她想抓小帅回去 继续做研究 不料小帅双手一伸 就消失不见了 对着一群大兵展开了攻击 没想到老头用小美做威胁 小帅非常生气 大吼一声 玻璃碎裂 舱门打开 眼睛一瞪 手枪就飞了出去 把门脱落 撞到大兵链上 随后关上舱门 带着小美来到逃生室 按下按钮 没过多久 逃生舱就从海面喷了出来 两人这才获救 小帅子当着众人的面 用出了超能力 这时老爸突然出现 说如果别人知道你有超能力 会非常危险 接着伸出手 轻轻一推 清除了在场所有人的记忆 无论警察怎么问 他们就是想不起来 当天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有隐身的超能力 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女人只是吃了一颗药丸 嘴里就冒出热乎的寒气 紧接着瞳孔放大 手臂慢慢结冰 快速蔓延到胳膊上 然后摔倒在地 她想爬出去 可没走一步 身上都掉下厚厚的冰渣 而且越来越痛苦 呼出的气体迅速结冰 下一秒 就冻成了北京扰冰棍 而她吃的是一种超能药丸 只要吃下一颗 就能随机激活一种超能力 有人吃下后力大无穷 一拳干倒半米后的防盗门 有的会烈火焚身 变成火人 甚至会刀枪不露 连子弹都破不开皮肤 如果承受不住药力 就会变成渣渣灰 这个小伙从墙里搜了出来 随后拎着两袋钞票 快速向前跑去 原来她能改变自身颜色 跟周围环境浓为一体 路人根本看不到她 见大壮追了过来 她一拳干翻小伙 抢走哈罗单车 闯入人群中 可她骑车不看路 一头撞到汽车上 随后上了一辆公交车 可打开钱包一看 顿时冒出一股烟雾 她这才知道中计了 司机赶紧打开车门 小伙见大壮追来 撒鸭子就跑 可身上沾满了红色粉末 根本逃脱不了 于是决定拼一把 她拿起手枪 对准大壮后 扣动了扳机 可子弹打到头上 顿时冒出层层连衣 随后子弹变成了铁片 大壮重重的躺到地上 应该是得了脑震荡 半天后 她终于醒了过来 一把爆起小火 将她摔到地上 随后就是一顿按摩 由于超能药的出现 犯罪率不断飙升 因此佛波勒决定直到黄龙 小黑是第一个吃超能药的人 可由于威力太大 心魔露体 在无意识状态杀了很多人 自己也差点丢了性命 因此发誓再也不碰超能药 可命运弄人 她女儿天生拥有超能力 这药公司得知后 强行把女儿抓走做实验 随后市面上就出现大批超能药 为了救出女儿 她悄悄前路卖药人家中 想揪出幕后老大 可她不肯乖乖就范 上来就吃了一枚超能药 超能基因瞬间激发 一股火焰在体内蔓延 皮肤冒出滚滚黑烟 下一秒 一个火焰人就扑了过来 幸好小黑反应快 躲了过去 反手就是一喷子 可火焰人咋地没咋地 而且越来越厉害 随后冲了过来 两人就打到一起 小黑见不是对手 转身就跑 打开淋浴 弄湿衣服 等火人进来后 一把将他按到浴缸里 逼问供货商的下落 可他还是不肯说 即使在水中 他口中还不断喷出火焰 身上冒出熊熊大火 原来药力太强 他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多能量 紧接着就发生了爆炸 冲击波将小黑撞飞出去 通过小伙手机从微信上找到供货商 没想到药贩子是个黑妹 小黑怕出意外 就把他抓了起来 在黑妹带领下 他们顺利进入展厅 而经销商正在介绍新的超能药 女人吃下一颗超能药 随后吐出一口寒气 手臂迅速结冰 这颗超能药能把他体温降到零下190度 紧接着他们把容器温度调到800度 女人身上的冰才慢慢融化 他这才舒服些 突然小黑劫持了经销商 双方就打了起来 由于没人控制容器温度 女人身上又冒出寒气 身体快速结冰 他想大声求救 可根本没人在意 眨眼间就变成了冰雕 经销商见不是对手 果断吃下一颗超能药 随后肌肉不断膨胀 下一秒就变成个巨人 子弹都破不开他的皮肤 随手一拳锤断石柱 吓得两人转身就跑 巨人紧追不舍 逃跑途中 小黑打开篮气阀门 然后开了一枪 巨人就成了扎扎灰 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 知道他们的总部 在一艘邮轮上 大壮吃了颗防弹的超能药后 吸引守卫注意力 黑妹趁机混了进去 来到控制室 不料被大胡子发现了 他力大无穷 一拳就把两米厚的大铁门 锤得变了形 随后框框又是几拳 铁门被锤开 可里面根本没人 原来黑妹从天窗爬了出去 经过不断搜寻 终于找到小黑的女儿 把她带了出去 由于那些超能药 都是用她的血液做的 因此她非常虚落 可经过的地方 植物立马恢复了火力 等几人会合后 立马向外逃去 不过黑妹一不小心 被坏人抓住 小黑举起双手 想换回黑妹 随后吞下一枚超能药 顿时周围的空间 不停地颤动 能量越来越强 最后形成一层护照 子弹打到上面 瞬间就成了粉末 附近的一切都成了渣渣灰 手一挥 把黑妹救了下来 眨眼间 邮轮上的一切都成了灰烬 由于严重透支 小黑倒在地上 没了动静 这时女儿走了过来 双手放到小黑胸前 手轻轻一摸 顿时冒出一股红光 快速修复受损的经脉 没过多久 她就醒了过来 如果真有这样的超能药丸 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呢 我怕不ях呆了吗 请收拼了